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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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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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前面又有人了 有两位老人家正在下象棋呢 卖馅咯 卖馅的过来 来嘞 韩子齐 碧炎平 这家儿都不行保证您咬了一口啊 半个月都不用再买醋了 要不先给您来两斤尝尝 酸的一个甜的都没有 一个甜的都没有酸的 那我可不要 我一老头子这么大年纪的能吃酸的吗 啊 我又说错了 哎呀 您说这甲儿怎么那么倒霉呀 碰上个想买甜杏的 他又说自己的杏儿酸 这走来走去呀 两筐杏一个都没卖出去 没办法 甲儿只能继续挑着筐 沿街往前走 碰碰运气了 哎呀 不顺真不顺 今日倒财运 嘴皮总算活 分文没捞进 哎 就这样 甲儿走呀走呀 很久也没有人来买 终于 哎 他本来想清静清静 坐下歇会儿 结果呀 旁边竟然过了一个 三十来岁的车夫 哎呦 这车夫 往那一站 甲儿心想 嘿 这回可捞着了 车夫 他累呀 他渴呀 他得吃水果啊 一定得把杏儿卖给他 卖杏了 卖杏了 金豆 故事中扮演车夫 特点讨厌吃又酸又甜的杏儿 卖杏的 过来过来 来的 来的 哎 卖杏的 哎呦 你这杏儿挺大 看起来挺好吃 挺好吃 你这杏儿是酸的呢 还是甜的呢 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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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杏儿啊 它是一半甜 一半酸 酸中带甜 甜中带酸 特别好吃 酸中带甜 甜中带酸 怎么还有这样的性啊 哎呦 你说啥 拉了车 拉了半天了 本来想买个水果吃 可偏偏没遇上我那种 要么酸 要么甜的性 哎呀 我呀 不要了 走了 哎哎哎哎你你你你 你说这怎么酸性甜性都没人买呀 哎呦 如果甲儿能换个方式购买呢 性是酸的就说是酸的 甜的就说是甜的 实事求是 也许这性就能卖出去啦 我说甲儿你要改善你这坏毛病啦 好了 听完了甲儿卖性这个故事 我们看一个精彩的才艺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和洗pret eto 写 over 其实是酸的 不要让我打发 去吧 太红'll まぁ 走 好了 dear obses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月 故事中扮演太阳 那当然是我的本领的 我只要轻轻吹一口气 就能让人们动得发抖 曲柳 故事中扮演北风 还是我的本领大 只要我稍微的一出力 人们全都热得出汗 我的本领大 我的本领最大 我的本领大 就这样他们争来争去 谁也没能说服谁 这太阳急的 张红了脸 北风急的竖起了头发 最后两个人决定 咱俩必须进行一场比赛才行 看看究竟谁能战胜谁 谁的本领真的比较大 既然这么说的话 谁也不服谁 咱们就比一比吧 没问题啊 那你说咱们怎么个比法 我们两个人 凭借自己的力量 各显神通 然后比一比 看谁先让路过的人 把衣服给脱下来 就算是赢了 好 比较比 看我的 这北风已经准备好了 他深吸一口气 猛烈地吹出了一阵大风 狂风乍起 这路人赶紧把衣服 裹得更严了 行色通通地往前赶着路 这怎么好好的天 突然刮起风来了呢 不行不行 我得把衣服裹紧点 金豆故事中扮演路人 北风 你看 这路人不但没把衣服脱下来 反而裹得更紧了 你还是忍输吧 我不会输的 北风不甘心啊 于是 他心想 难道是因为我吹的力量不够大 他又聚集了力量 再一次地 吹出了一阵狂风 狂风把旁边的树叶啊 全都卷到了半空之中 而这个时候啊 顶经一看这路人 衣服不仅没被吹掉 反而使劲地抱住了自己的身体 把衣服裹得严严的 哎呦 这是怎么了 都快冻感冒了 这好好一天 怎么越来越冷 不行 我赶快把老手拉上 北风 你还认输吧 你看看 这路人把衣服裹得可更紧了 我承认我不行 那太阳 换你来表现 看你是不是有办法 让路人脱衣服 哼 那就看我的吧 刹那之间 波云渐日 太阳公公出来 阳光普照 哎呀 地面的温度 一度一度地升高 这路人觉得 怎么突然天气又暖和了呀 哇 这个天 真是活见鬼了 一会儿呢 把我冻死 我现在热得 我是满头大汗 赶快把老手拉开 哎呀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 不脱 看到了吗 还是我的本领大 他已经把衣服脱下来了 你认输吧 让行人脱下衣服 那是你的本领大 有本事 咱们就来比一比 谁能让行人把衣服给穿上 嘿 比就比 嘿 谁怕谁 说完 太阳就更努力地发光发热 路人 不仅没有继续穿衣服 反而更使劲地脱衣服 太阳瞪着脸 胀得通红的路人 自己的脸 也胀得通红了 你看 行人不但没有穿上衣服 反而还带用手扇扇子呢 看我的吧 我只要轻轻地吹上一口气 行人就立刻得要穿上衣服 这北风刚一吹起 路人就赶紧抓过了身边的衣服 说哎呀不行 我得赶紧把衣服再穿上 这真是这个天火见鬼了 太阳 你看到了吧 还是我最厉害 但我不服 正在两个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白云看到了这一切 慢慢地飘了过来 你们俩都别比了 并言评 故事中扮演白云 白云白云刚好 你来得正好 你来给我们俩评评理 我们俩到底谁最厉害 其实你们俩都很厉害 如果让行人脱下衣服 那是太阳的本领大 但是要是比让行人穿上衣服 那当然是北风的本领大了 你们俩呀 其实是各有所长 白云说的对 太阳 其实 你很厉害 北风 其实我觉得 你也很厉害 咱俩呀 别比了 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北风和太阳 谁都没能赢过谁 事实证明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人有长处 必然也会有短处 大家既要学会看到自己的短处 也要看到别人的长处 好吧 接下来到了游戏时间了 一起来玩游戏咯 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满天星的游戏时间 我有点紧张 为什么 今天在弄一个田子格干嘛用 是做游戏用的呀 玩什么 你看今天我们特意请了 红果果绿泡桃来跟我们玩游戏 而且自动我们就分成了两对 有没有发现 自己的服装 是导演让我们穿的呀 不是是自动的 好的 自动分成了两对 自觉自发的 对 那他来干什么 你听我说呀 他是今天的主持人是不是 对 差不多 哎呀 那我们这个游戏叫人体拼字 我们分成两个队来拼字啊 这个字谁来猜呢 是由中间的这位小朋友来猜的 哦 因为他的感觉是一样的 哦 我们谁拼得像他可能就能猜得出来 所以最后看他为哪个队猜得多 哪个队就算赢了 这规定时间之内 是的 明白了 嗯 哪个队先来 你们先来吧 为什么 让他预热一下 热身一下 那你们就先来吧 不 女士游先嘛 对 来往退 哎 哎 你别杀人 我们先来就我们先来 行吗 果果 不行 啊 他不行 他说不行 蔡丁可 蔡丁可啊 服不服 服 你们先来吧 你们先来吧 哎果果你有没有觉得 他的那三个特写特别怂 行行行 我们先来 我们先来 来 我们是有三分钟的时间 来 那个小姑娘请你就位 三二一开始 开始了 小朋友说出正确答案之后 哎 我们可以看下一条题目啊 哦 这个字太容易了 五 三 正确 啊 啊 好 哎 不许说话 不许说话 台下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提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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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干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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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几个字啊 我怎么看就像 像一篇课文啊 哈哈 哎呀 你们在干嘛 喂 有没有搞错 不行就过好了 是不是 那个那个那个 大 对了 哎呦 下一张 你拍字的小朋友太厉害了 可以对了 这个看你们怎么办 哦 哦 哦 对了 这就可以啊 哎 哎 三已经拼过了 九 这你都能看出来 为什么不是穿呢 因为 我的 feeling feeling 我的feeling 一分半 一分半了啊 又是三啊 这什么 杜月 谁 什么 对 不是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你问我 噢哈啊 过吧 过了 每个队只有一次过的机会 每个队一次过啊 哦 哦 就 还不是不过呢 我三个 哎 你们三位是在这儿乘梁呢 是吧 不是 他们三个觉得自己坐在这儿 就已经可以把这个字展示出来 那是你 你在干嘛 杜月 杜月 我觉得有点太徒劳了 你们就耗到时间结束就可以了 因为你们的人不够了 你知道吗 还有半分钟啊 要不我来帮助一下 够够够够够够 我们设计这些字呢 基本上都是可以摆 真的啊 哇塞 那个摆得仔细一点啊 还摆得仔细一点 不是 不用 不用 还有十秒钟 哎 果果这犯规吧 这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别动 孩子 孩子 好 这样 我们让你把这个接着摆 再给你机会 你再怎么认真摆一下 不是就是这么摆的 哦 我知道了 你这样 知道了 知道了是吧 知道了 你躺下 你躺下 画桶 这个画桶也是 你在干嘛 哇 这头一次看三个女主持人在台上 稀里糊涂 行 猜得出来吗 人呐 两个人 别说话 门上两个人呐 别说话 这不对 底下是大的 上面都是小的 如果他能猜得出是肉的话 哇 那见了鬼了 我想想啊 那个摆的形象点 都提示成这样了 你还让我们摆的形象 我实在没办法了 主要是太不形象了 知道吗 最终 最终 我们红队答对了两道题吧 红队答对了三道题吧 三道题 三道题 大 小 小 对 三道题 红队答对了三道题 好不好 太轻松了 说的话 没什么要说 我们开始吧 好 开始吧 开始 那我计时了 你得先把它亮出来 我们再 我不是 我得先计时 每个裁判的这个 判定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我得先计时了 对 先计时 预备 开始 好 好 慢慢地转 慢一点 好 哎呦 这速度真慢 烦了 那边 这什么 这什么字 真奇怪 小朋友不要提醒啊 哦 上 好 上去 下一个 下一个快 你快点 不要这样耽误时间 这节目 有没有仲裁委员会 快 你到上面 你那种 你去 快 正好长短都一样 公 好 快 来 下一个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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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太弯了 穿啊 下一个 下一个 快快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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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完成吗这个 哈哈哈 来吧 漂亮 没事你们还有一分半多呢 你这什么呀 猜出来了吗 灯 再来再来 下一个 那个什么什么泡快点 快点 来就刚才那个 咱俩得换一下 去那个 这什么东西 中间一块肉 肉 还可以猜 孩子你看清楚点 看清楚点 你能猜出肉了 你看不出来这个 你也太肉了吧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 他们猜了四个 对 所以 轻松啊 你们是猜了四个吗 对 对 哦 红哥哥队获胜了 你不仅语文不好数学也不好 好吧好吧 你们赢了 你们赢了 不是刚才猜词那个呢 你过来 白 我们最后一个你真的猜不出来 我们摆的是什么吗 猜不出来 跟肉很像的 你能猜出个肉 是 N排头 不是 汉语拼 汉语拼有N吗 你叫呢好吗 孩子 你也太那个了吧 主要是那个 尤其是你们三个配合的太不好 不合适了 怎么不好呢 再给他来一个 再给他来一个 那个我觉得是这样 不是 你孩子你认真看 可能他没学到这个字 他连肉都认识 能不认识这个字吗 好你快快把手放开 你说你们当然要配合得好一点都好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 内 那个 内是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就是是 蓝队表现得好一点 还是红队表现得好一点 不是 我是不想伤害大人的右小心灵 也不想伤害儿童的大人心灵 还想争夺 那你到底觉得谁表现得好一点 点兵点将点到谁 哪个表现得就最好 耶 好 耶 真是 又考虑到他们的内心 多么让他们可以接受的一种方式 又把胜利 恭喜蓝队获胜 谢谢 有两只鳄鱼也有坏毛病 他们呀 总是打一群小鸭子的坏主意 这下可糟糕了 鸭妈妈能带着孩子们 逃脱鳄鱼的魔爪吗 妈妈 我出来了 哇 蛋壳里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 哎呀 我的好孩子 鸭是第一只孵出来的小鸭子 杜月故事中扮演鸭妈妈 特点细心照顾自己的孩子们 你的羽毛这么的漂亮 哎呀 你就叫蜡笔吧 好不好 嗯 张萱萌故事中扮演小鸭子蜡笔 特点可爱善良 转眼 一天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 另外一颗蛋 卡 也裂开了 这时候 里面出来了一只绿色的 按理说应该是鸭子 但它看起来实在不像鸭子 这个小动物 嘴巴扁扁的有点像鸭妈妈 但是没有翅膀 尾巴长长的 嘴里还经常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 哎 咕唧咕唧 妈妈我出来了 我在这个里面呆的都缺氧了 咕唧咕唧咕唧 碧炎萍故事中扮演小鳄鱼 咕唧咕唧 特点聪明勇敢 我的好孩子 你是第二只孵出来的小鸭子 你一出生就不停的 咕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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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叫咕唧咕唧吧 好不好 咕唧咕唧咕唧 这两个小宝宝出生之后 鸭妈妈非常细心地呵护他们 每天呀 都照顾他们吃 照顾他们喝 教他们游泳滑水走路 这咕唧咕唧呀 长得还身强体壮 鸭妈妈对所有自己的孩子 都给予一样的爱 特别是非常关照 咕唧咕唧 咕唧咕唧 你虽然呢 年纪小 但是呢 你却比姐姐呀更强壮 对不对 所以今天 出去找食物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好不好 嗯 早点回来呀 快去吧 再见 见 咕唧咕唧 走啊走 来到了湖边 这个时候 湖里边冒出了两只很像咕唧咕唧的动物 只不过啊 个头大很多 这两只动物 我告诉你们 它们的名字叫 鳄鱼 鳄鱼咧着嘴笑了 笑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它们有一嘴的大尖牙 嗯 你怎么可能是鸭子呢 就是 没有羽毛 没有扁扁的嘴 肥肥的大小鸭 你只有蓝绿蓝绿的皮肤 坚坚的爪子 锐利的牙齿 还有和我们一样坏坏的味道 芝麻毛毛虫 故事中分别扮演鳄鱼 特点一心想吃掉鸭子们 你简直就和我们是一回事 对 我是一只鸭子 我有自己的鸭妈妈 还有姐姐 我们鸭妈妈还给我起了名字呢 我叫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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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咕什么 咕姐 别逗了 朋友 你看看你的长相 和我们两个完全一样嘛 对不对 你蓝绿色的身体 只会让你在水里 更容易接近肥美的鸭群 没错 尖尖的大爪子 可以让它紧紧的抓住肥鸭 不让它们逃跑 没错 你看你这尖锐的牙齿 看见了吗 可以让你更好地拒绝到 更加美味的食品 味道一定好极了 我不是鳄鱼 我是鸭子 我是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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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因为我们都是鳄鱼 应该互相帮忙 我不是鳄鱼 你看看 咕唧咕唧说完就赶紧跑开了 他呀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是一只鳄鱼 他一直认为我就是一只可爱的鸭子 咕唧咕唧一边跑一边哭 他这样哭着 难过着 跑回了鸭妈妈那里 咕唧咕唧 你怎么哭了呀 妈妈 我不是一只小鸭子是吗 我是一只鳄鱼 咕唧咕唧 不管你是谁 你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那天晚上 小咕唧咕唧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 一直想着新事 我不是鳄鱼 也不是一只鸭子 我是一只鳄鱼鸭 不管怎样 蜡笔和妈妈都是我的家人 那两只坏鳄鱼 要吃我的家人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好好教训他们 咕唧咕唧坐在石头上 想啊 想啊 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于是他转身回到家 在那天晚上 两只坏鳄鱼 一边磨着金牙 一边想着鲜嫩的 飞鸭子 哎呦 太好了 北京烤鸭 太好吃了 对不对 不像长城 飞好汉 不吃烤鸭 真遗憾 哎呦 我明天就能吃鸭子了 这两只鳄鱼 就这样 想着 想着 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 咕唧咕唧 还真按照鳄鱼的指示 带着肥肥的鸭子 来到桥边 准备玩跳水的游戏 难道咕唧咕唧 真的学坏了吗 哎 看到没有 咕唧咕唧可真听话啊 把我们的美味都给送过来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紧上大嘴巴 等着飞鸭 跳进村里来吧 快点到我们的村里来吧 美味的飞鸭 快点跳吧 咱们快把咱们准备的石头 弄的 咕唧咕唧实在是太聪明了 这坏鱼怎么也想不到 跳下水的不是鸭子 而是咕唧咕唧 搬起来又硬又大的石头 这两只坏鳄鱼 张着嘴 嘴里一感觉到东西就 咬了下去 咬下去之后怎么样 牙都掉了 哎 两只坏鳄鱼疼的呀 哎呦 我的牙 我的牙齿都碎了 我个人估计估计 居然敢骗我们 以为我们吃的是肥鸭 可是 可是这是又大又硬的石头 还疼啊 告诉我了 好疼啊 坏鳄鱼们 这次只是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教训 下次看你们还敢不敢吃我们鸭子 姑子姑子 你 你给我等着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好疼 好汉不吃眼前亏 咱们还是赶紧爬吧 走 哎呦 姑子姑子 是你教了我们大家 你不仅聪明 而且啊 勇敢 你是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姑子姑子 我们永远爱你 哦 换心眼的鳄鱼们受到了惩罚 你们可要吃一剑长一只啊 再敢打小鸭子们的坏主意 你们可没好果子吃啊 好了 听完故事 休息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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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一个村子 村子里的人们也有坏毛病 他们之间不有爱 也不信任 正因为缺少了信任 他们的生活也没有热情 直到有一天 有三个人来到了村子 村里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你们看 前面有个村子 梁晨侯 故事中扮演阿璐 这个村子里有农人 有茶商 有读书人 裁缝 有医生 有木匠 阿力土 故事中扮演阿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但只是只为自己 所以不快乐 毕严平 故事中扮演阿福 没有任何村民理睬 走进村庄的这三个陌生人 阿福 阿璐 阿寿 就往村庄里边走 一边走 他们发现 旁边的家家户户 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 他们如果敲谁家的门 干脆里边的灯 就给吹灭了 里边的人 就假装 家里没人在 或者 就假装 已经睡着了 这些人不懂得什么是幸福 可是今天 我要让他们 见识一下 怎么煮石头汤 我们去捡些小树枝 烧起火 再把小汤锅架在火上 然后在锅里 装满从井中打来的水 就可以开始煮石头汤了 三个人说完就忙活了起来 这个时候 旁边路过了一个 五大三粗的村民 这村民看着很好奇 这仨人忙什么呢 诶 你们要干什么呀 杜月故事中扮演村民 我们在捡柴火 我们在生火 我们要煮石头汤 还得找三个又圆又滑的大石头 你们还要找石头啊 我知道石头在哪里 我帮你们找吧 说完这个村民就开始帮着阿富阿罗阿寿 在院子里边找他们要的石头 要帮他们一起煮石头汤 看 这是我帮你们找的大石头 谢谢 可以煮出好喝的汤 但是我担心锅太小 煮的汤不够喝 锅太小 没关系 我家呀有口大锅 我正经就拿口大锅来 说着 这村民呀就跑回自己家里去了 啊 没想到 他的家人很爽快地答应了 答应他把锅拿出去给陌生人 而且还说 诶 学学怎么煮石头汤也挺好的 哎呀 应该说 好了好了 这个村子里边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热情 被阿福 阿禄 阿寿点亮了 我把大锅帮你们拿来了 咱们赶紧啊 做石头汤吧 谢谢 谢谢 我赶紧开始吧 谢谢 哎呀 阿富阿禄 阿寿 剥了柴火 他们搅动着锅里边的石头 躲在窗子后面 没有信心 也没有热情的人 终于开始一个一个地打开门 走出屋 很想看看 长院里边这几个人究竟在干什么 哎 这石头汤怎么煮啊 我很好奇啊 徐柳故事中扮演村民 哎 我也很好奇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走走走 赵一天 故事中扮演村民 这个石头汤很难煮吗 很简单 煮传统风味的石头汤 如果加上了盐和胡椒粉 味道才会更香呢 没错 可是我们没带这些东西 哎 我家有这盐和胡椒啊 要不我先回去给你们拿来 这个村民特别想学学石头汤怎么做 也很想尝尝石头汤的味道 听说需要盐 还有胡椒 他就赶紧跑回家去 不仅拿来了盐和胡椒 还把家里的花椒 大料料酒 全都拿来了 照我们的经验 这么大锅的石头汤 如果再加上一些胡萝卜的话 那么汤会更甜 胡萝卜 哎呀 我告诉你 我们家养了两只小兔子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的胡萝卜 我现在就回去拿好不好啊 好好好 村民跑回自己家里 从家里的小兔子窝里 拿出了胡萝卜 赶紧跑回来 把胡萝卜丢进了汤里 要是再放些洋葱味道 是不是会更好 哦 对呀 放几个洋葱味道也许不错 我家里有 我回去拿 这个村民跑回家 过了一会儿 他爆了好几个大个儿的洋葱 哎呦 白皮的紫皮的都有 把洋葱切了切 也放进了沸腾的锅里 这趟味道不错啊 哎呀 闻起来就很香啊 想到了就更好吃了 不过 要是再加些蘑菇的话 味道就更好了 阿寿花音刚落 这蘑菇也被取了回来 哎呀 人们纷纷还带来了 面条 豌豆 羊肉 卷心菜 各种各样好吃的全拿来了 哎呦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锅里边 哎呀 这汤锅里边传出了这个香味 整个村子里的人全都出来了 哎呀 大家都提鼻子闻着 哎呦 这是谁做的汤怎么那么好啊 汤煮好了 咱们把所有的粗饼全都聚集在一起吧 哎 我还带来了一些米饭和馒头呢 哎 再提来一些茶水和灯 在地域里 我们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聚在一起过享用大餐 对 好久没有了 喝完汤 吃完好吃的 大家都没有散去 反而围坐在一起 唱歌 跳舞 讲故事 一直到深夜 打枪了 从此之后 大家再一步把门紧锁上了 而是纷纷热情地邀请邻居阿福 阿璐 阿寿 到自己家去做客 过了一天又一天 一个月又一个月 直到一个温暖的春天的早晨 大家不得不一一惜别地 要送别阿福 阿璐和阿寿 谢谢你们让我们来做客 你们太客气了 应该谢谢你们才对 是你们带来的礼物让我们永远地享用不尽 是你们让我们懂得了分享 使人们永远富足 其实幸福就像煮食肉汤一样容易 好了 听完故事 休息一下吧 出燥的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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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